为了开发社子岛 你应该立刻要求市府团队 都发局 公务局 社会局 地震局 进驻社子岛买锅造饭 送给市长蒋湾铁锅和白米 喊话市府相关局处赶快到社子岛买锅造饭 有讲师支撑的立委候选人王世坚议员 每回咨询总是急言立色 但提到社子岛居民 王世坚确实满满心疼 社子岛它可以说是台北市的乡村地区 长期以来都对社子岛的居民不公平 那不公平以外相对也会对社子地区不公平 那所以藉由最落后尚未开发的处女地社子岛 我们来政府好好的成功的积极的来把它开发之后 相对就会带动周遭 那我认为这几十年来受到的委屈 应该是在此时时刻 应该是市政府市政规划整个转向 来对过去我们比较被亏待的地区 它应该来做补救 而且应该积极的来补救 这5200户使用的是三公顷 完完全全是社子岛被市府征收而去的土地 要求蒋湾承诺社子岛安置住宅 不应向居民收取土地款 王世坚不仅要市府加速社子岛开发 过程更要多为居民着想 而社子岛开发案也是它进入立法院 要优先争取积极推动的任务 我一进去 我最优先要处理的就是 我要请行政院中央 要针对我们台北市这几项 社子岛的开发 因为我们这个案子在台北市 那么已经延拟了二三十年之久 现在我们台北市政府综合各方的意见 那提出来的就是生态社子岛的开发 是低密度的来开发社子岛 那让社子岛的居民 他们有五千三百户 由政府改建的新型的住宅 那可以做安置住宅 社子岛一旦振兴起来 那么影响到的就是会民间的资源资金 就会大量的来投入针对社子 社子岛周边就是社子 还有葫芦岛这个地方的加速 兴建改建开发 透过捷运 我们市府有精算过以后 这三条捷运线总差额大概四百四十亿元 那我认为这可能不是单独 我们台北市可以承担的 所以我在总咨询的时候 我一再地要求蒋旺安市长要把握每个礼拜 能够去参与行政院会的机会 那么去当面的向行政院长 向各部会所长提出我们台北市所需要的补助 与社子岛相连的北大同区 也是台北市开发落后的区域 除了受限机场航道 敌化污水处理场飘散的臭味 多年来不只困扰居民 更阻碍发展 他担任议员期间 便不断监督市府改善恶臭问题 因为敌化污水处理场 在我们北大同地区造成的恶臭污染 已经将近40年了 那当地的民众除了每天要忍受恶臭以外 而且地方还很困难发展 我担任议员的这么十几年来 我们做的努力 我们一方面希望说污水厂能够改善 能够封闭恶臭的设施都要做 那还有污水厂 他们操作的厂商 跟计价的方式都要更改 让操作的厂商 能够很公平公正的去执行 那不要在该施用的药材上面动手脚 现在的污染 那么头粪口是一个很重要恶臭的来源 再加上水肥车在运载过程当中 那所造成的这个漏失 或者是不当的路线行驶 那都造成我们北大同污水厂周遭的 林江里 老师里 保安里 甚至国顺里 国庆里都会受到污染 现在我们要来成立 冰江第二污水处理厂 那这个冰江厂的计划大概设置地点 就在冰江地区 因为它临近松山机场 那周遭没有任何的住户 所以也不会去污染到中山区 更不会污染到我们的原来污水厂的大同区 要让居民彻底摆脱二臭梦叶 王世坚说设置冰江污水处理厂 除了解决北市污水处理缺口 也不会有住户受到影响 还能加速北大同区的振兴与开发 冰江第二污水厂所遇到的问题 就是有五公顷的用地 我们必须去征收1.2公顷 那在征收的过程 那么因为征收价格的差异 那么我认为这个部分 中央应该来对我们来补助 因为大部分用地都是市府的了 现在就差了一点的公顷 那整个五公顷完成之后 不到两年 我们就可以立刻解决 我们北大同地区 他们长期受到恶臭影响 这个问题就可以立刻解决 不论是科黑还是讲师 战将王世坚带着一贯的理念 要让民意不再脆弱 官僚不敢怠惰 进入立法院 也将带着满满的战斗力 继续为民喉舌 您要的正义 我做得到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道 赞业 感谢观看